大家好,吃了几十年的炖大骨,还是喜欢这个特色做法 做法简单,软烂入味 您不妨看看我这个做法 根据家里的人计,准备适量的猪大骨 里面倒入清水 把猪大骨清洗干净 有时间的话可以浸泡一个小时 把里面的浴血都泡出来 这样就没有太大的腥味 洗干净以后冷水下锅 里面放入葱节 生姜 倒入一勺料酒 开大火把水煮开 烧开以后把上面的浮沫撇去 焯水十分钟 锅里倒入少量的食用油 放入一把冰糖 开小火把冰糖炒至融化 把冰糖炒至枣红色 香里面倒入一壶开水 接下来把大骨头一个一个的放入锅里面 里面放入生姜片 葱段 几片香叶 一个肉扣 两个八角 一片白纸 一勺老抽上色 一勺生抽 然后再搅拌均匀 开大火 把水煮开 之后再转成中小火 炖至五十分钟 哇打开盖子真的是太香了 接下来就可以向里面放入一勺食盐 然后再开中火收一下汤汁 汤汁收得差不多的时候 把里面的香料都剪出来 接下来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把汤汁再拎在上面 这样炖的大骨头肉质软烂 香味浓郁 每一块都特别软烂 而且恰到好处 比外面买的都还要好吃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安排起来吧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个视频再见